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沛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6月23號禮拜天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 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好其實我覺得身為台灣的觀眾 然後呢 影迷大家一定 最近幾天 是不是都沒有睡好呢 你們誰是被害者 看到第一集幾了呢 好其實我自己啊 在誰是被害者的第一季的時候 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我那時候都在想說 這個影集這麼成功 應該會拍第二季吧 各位千呼萬喚使出來 我們第二季 終於在前兩天 6月21號的時候 Netflix全球獨家上線了 大家是不是都熬夜沒有睡覺 都在看 如果說大家還沒有看的話 我們今天呢 訪問到就是主演 以及我們的監製 我們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來聊 我們可以多琢磨一些 在角色上的變化 甚至是第一季到第二季的變化 但是呢 這一集喔 現在正在聽到的聽眾朋友呢 一定要繼續聽下去 因為我們不會爆太多雷好不好 是不是已經被禁止說不能爆雷 好我們很開心 誰是被害者的二 我們今天監製曾漢賢 漢賢哥在節目現場 漢賢哥早安 主持人好 然後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曾漢賢 好以及我們何德何能 我們可以訪問到 我們的男主角張孝全 孝全早安 早安早安 嗨大家好 誰是被害者第二季上了 前幾天其實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看到蠻多的這個記者的訪問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到底孝全跟我們的女主角 在對戲的時候 看到了訪問在講說 我以為我們很好 我想說大家為什麼要吵這一句 我看了之後才知道說 這句真的還蠻值得 譬如說有男女朋友 會夫妻之間啊 看這一句 其實寫得非常的人性耶 雖然它是一個破案的劇 就是承襲在第一季一樣 但是在第二季的鋪陳 我們先來問問漢賢哥好了 在第二季的鋪陳 你是怎麼樣去鋪陳 是延續的第一季嗎 我覺得第一季 確實得到很多的觀眾的反饋 然後給我們很多的好的意見這樣 所以其實在創造第二季的時候 其實壓力非常大這樣 然後也不知道 從哪一個線頭開始去做這個故事這樣 然後如果第一季在講的 關於是關於人死去這個東西 在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在想說 那如果第二季 畢竟方一任在第一季尾 把女兒找回來了 沒錯 我們有沒有可能 從這個點開始去做 人要怎麼活下來 我好喜歡那個點 對 第二季的所有的moment 我覺得你們在探討 活下去這件事情 而不是死亡這件事情 我好喜歡 對 所以這個也是難的地方 對 我們有這麼好的 喜歡我們這個IP的那些影迷們 所以我們也希望不能讓他們失望 那怎麼怎麼講這個故事呢 所以怎麼要活下來 那怎麼活 就是一個我們這一季想要探討的 所以我們想要提出 如果第一季叫做理解 對 跟人的理解 那第二季也許想要討論的是修復 就像疫情期間 我相信很多的家庭 他們面對很多的社交隔離之後 啊 夫妻吵架了 工作夥伴吵架了 各種人的關係都變得相對複雜這樣 那也許我們可以來講一個 關於大家如何把彼此的關係 重新修復的故事這樣 所以從第二季開始 就是防疫症這個角色 開始面對他的女兒 開始面對他的 可能有的情感關係的海音 是 都怎麼了 他好像他的世界開始崩解了 這樣遇到這些困難這樣 所以我們是從這個點開始 希望來討論這個故事 我覺得所以這季更貼近觀眾 這個當下的一些感受 沒錯 雖然現在台灣的觀眾很喜歡看 那種類似像懸疑啊 破案啊 然後誰是兇手 大家來找兇手 可是我覺得誰是被害者第二季 當然我今天因為要訪問兩位 所以我比其他一般的觀眾 當然你們現在一定都看完了啦 很多人都追完了 但是就是我先搶先看了之後 我會覺得 哇 我更喜歡第二季的鋪陳 因為他跟我們每一個人 在面對關係處理上 其實都有關係 更何況是方毅任這個 他就是一個不太會 他可能很會處理事情 但是不太會處理關係 來 方毅任 校全要不要聊聊 在這個角色上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你自己的心境的轉換 我覺得第一季當然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 我覺得可能從一開始 方毅任這個角色 對我來說是一個 從沒有依據開始 然後大家共同去 找尋方毅任這個人的樣貌 人格特質 那第一季確立了 方毅任的某個面相之後 那第二季就像漢賢哥講的 在講修復這件事 所以其實一開始知道第二季要開拍的時候 在還沒有拿到劇本 其實自己就非常緊張 因為 你會緊張 其實真的很緊張 緊張笑全耶 很緊張很緊張 因為真的不知道故事會是 往哪一個面向發展 然後直到拿到劇本 才開始對於 接下來方毅任就是除了第一季 第一季方毅任的狀態之外 更多是一個更情感面 很多在情感面上的 然後有了一個依據 然後當然大家也有非常多的討論 對於故事 對於角色 對當然剛開始還沒拍之前 討論劇本的時候還是很緊張 但一旦拍了之後 有很多老夥伴們 還有新夥伴們 大家戲服一換上 進到場景裡 你會覺得 嗯 我認識你們 我也知道我是誰了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 因為笑全在對方毅任這個角色做 因為他是有一點亞斯伯格陣 這樣子一個個性的人格 其實在第一季的時候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他 當然可能我們身邊 或是說現在有一些 亞斯伯格陣的人 他的特質 譬如說他對於某一些精密的東西 他可以記得很多什麼事情 可是也許他對於人際關係的處理上 甚至於沒辦法跟別人對到演 我都在第一季的時候 就覺得好買單這一點 可是你知道 影集之所以成功 你有第一季第二季 也許未來會有第三季跟第四季 這中間是 譬如說漢草自己要再做這個影集的時候 也是中間會有空檔嘛 但是要銜接的時候 對於演員來講 難的是 中間笑全又寄了很多的別的戲 你現在又要回去方毅任 那個銜接點對你來說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監製來說 你們有沒有再去營造這個空間 會更加的努力 然後讓他又回到第一季的方毅任 的感覺 我覺得像笑全說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是真的 大家一起去創造的 沒錯 我覺得很大部分也 笑全也給了很多 她自己 她是一個非常有直覺的演員 然後她自己去感受那個 那個角色的樣貌 然後創造了很多 很多戲劇的那個表現這樣 所以儘管到第二季的時候 我們試圖想要有延續的時候 我們也很 其實會非常在意他們 每個演員各自覺得 他們現在人生狀態 然後是不是怎麼樣 加入一些什麼樣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說真的也很 中間剛剛過了四年嘛 有四年了 開發的時候應該是兩年多 兩年多然後這樣拍攝 然後後期現在第四年嘛 然後我覺得那個過程本身 大家好像都不太一樣了 比如說連導演他也生了小寶貝 然後小姐也進入家庭 每個人都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那個變化本身 其實都還是屬於角色的一部分感 因為過了那個時間 我懂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而且其實每個角色都不一樣 因為徐瑋你也是啊 他也進入家庭 就是男女主角都進入家庭了 對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還蠻有趣 就好像提早最早半年的時間 我們有先就我們那時候 完成一個階段的劇本 大家討論 當然還是他們又加入很多想法 然後我們再想辦法再去調整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非常有機的 然後非常非常 但像大家都希望完美 都希望做得更好 所以直到最後一刻像小姐的形容 真的到拍的時候 我其實我作為監製 我是到看的時候 才知道最後會形成什麼樣子 所以可能這個是每個人都 都可以感受到我們對這IP 跟著他一起成長 然後這個過程 好像是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希望當然就是 不管我們各自成長 這個IP也有收穫很好的觀眾 然後跟我們一起往前走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IP的魅力 其實我覺得誰是被害者 其實你要說他是討論一個犯罪 然後以及破案 其實我覺得他 反而你把他放在我們的人生裡 我們的男女關係裡 或是我們對親情關係 甚至我們對辦公室的關係 其實全部都有對應到 我們先來聊聊大家最容易理解 因為每天都要上班 在辦公室的同事關係裡 你一個你很信任的長官好了 你一個很信的人 你到底能不能夠真的堅定的信任他 到最後一刻 或是他做了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跳出來為他fighting 或像方一任的選擇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會做哪個選擇 我在想我自己在觀影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是方一任 我會覺得我人生陷入了天人交戰的兩難 我要不要相信一個我一直很相信的人 如果這個人他真的犯了錯 我應該要如何做抉擇 好 那個這件事情對方一任來說 我覺得 第二季好挑戰喔 好精彩 我覺得對方一任來說 當然他的老師李景瑞 對 對他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 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講 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面有沒有點頭還搖頭 就我覺得 林景瑞就是方一任的這個老師 對於他來說其實就像父親一樣 然後我覺得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當他遇到最大挫折的這個時段 他遇到了一隻很溫暖的手 伸出來 對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這個是一個 不能講必須 是他絕對會相信的 因為這個人不只伸出溫暖的手 他也給他了一個方式方法去面對這個世界 然後一部分也讓他認同他自己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奇怪的 但他的老師告訴他 其實這是你的天分 你要好好運用你的天分 然後並且告訴他 或許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面對這個世界 所以我覺得對於方一任來說 那個不是相不相信的問題 是他手真的握得很緊 因為他一旦放掉了 他等於他也不相信他自己 他也否定他自己 所以他一定會死死的抓著 可是我覺得對於方一任 就是孝雪這個角色來說 非常難的點在於 方一任是一個對於實事求是的人 他相信的是證據 他相信的是找到的東西就是實證 但是各位聽眾 我們要進廣告之前 大家去想一件事 你相信的實證 如果跟你的親情 或者是跟你愛的人 有相衝突的時候 你會選擇大義滅親 還是你會選擇堅持到底 這件事非常難 如果大家還沒有追誰是被害者餓的話 一定會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請大家追起來 好不好今天就不要睡覺 我們先進入廣告再來訪問兩位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吃喝玩樂最有勁 好回到節目現場 在我們節目現場是我們的監製 曾漢賢跟主演張孝全 Netflix獨家華語 懸疑推理影集 誰是被害者的第二季 好我現在直接問一下漢賢哥好了 我們在第二季裡面 最後好 有些人已經追完了 有些人像我一樣可能就追到一半 我們會看到兇手嗎 這個可以講了吧 我們沒有爆雷說兇手是誰 我們會看到兇手嗎 還是說這個不能講 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IP的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他不是在找兇手 他只要找被害者 可是其實當然被害者就是兇手 兇手是被害者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裡面 去找到一些線索 我覺得兇手他 我相信人啊 人不會 人為什麼會去做出一些反社會的行為 很大的原因是 他可能可以被壓迫 他可能遇到了一些更大的挫折 不知道怎麼去去面對這樣 他最終跨越的那個界線這樣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 確實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他都有他的原因 那這個原因其實就是社會的恐懼嘛 我們這個社會遇到什麼困難 沒辦法解決了 所以有些人做了一個超越那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可能誰是被害者 一個更有趣的點 除了拆兇手之外 我覺得我們可以更面對我們自己的社會 面對我們自己的個體跟群體的關係 去找到那種和解的可能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 也很有趣的地方 其實我相信啊 人性本善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是故意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大家去想 我們做出來的每一件事情 如果都是用愛出發點 當然不能說以愛之名 我們就可以去做很多有的美的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影集之所以好看的點是 全部都是因為愛 可能之後發生的事情 你會做出的某些行為 是因為你想保護某人 或者是你不希望他受傷 所以你可能在那個岔路點 你選了可能對於價值觀 就是那麼一閃著你就是選的那一件事 好我們來問一下孝犬 在裡面你其實有面對在親情跟愛情部分 因為在第二季其實跟韋寧升格了是男女朋友 但是你們這些男女朋友相處的好微妙 是因為方一任的個性關係嗎 我覺得絕對是 但我自己就我可能有點小跳題 但我必須要講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第二季的一個點 是當然第一季很大的一個部分在講理解這件事情 但最後當這個理解的門被打開的時候 其實第一季也已經要結束了 那所以第二季很大一部分除了修復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開啟了理解的這扇門 他讓你看見的不只是方一任跟他的女兒 不只是親情他可能有感情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必須要講一下因為我很想講 來來來來來你講我講完了 你講完了我想說你可以多講一點 因為在車上那一場戲 也就是記者一直在問的那場戲 我還心想說到底是什麼 你沒看就不知道 我看了之後我才覺得在車上那個 我好喜歡那一場戲 那個對話好生活 就是我們以為別人理解我 或是我覺得我們就是這樣相處不是嗎 我們不是這樣在相處 我們不是愛對方就是這樣嗎 對我覺得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當然戲劇有的時候 他為了一些戲劇張力 人物可能在一些性格 或者是面向上可能會再戲劇性一點 但是你帶回生活當中 其實你在被害者第二季當中 你可以看見其實每一個人到現實生活中 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個體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想法觀點 對所以當然人跟人之間即便是家人 我們都還是有差異性 所以理解這件事情變得非常重要 其實我覺得我們常常會用自己的理解套在別人的身上 那事情當然就不會如你想像 你可能會有跟你有非常多的抵觸 甚至有不舒服 你開始會對這個人這件事 這整個社會你會開始有一些不好的看法 可是當你願意把你自己打開 更多的去理解 再去斷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會完全不同的 但說起來很簡單但他非常的困難 你看即便小夢跟方言人他們有血緣的關係 但要做到這件事情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人就是這樣 人就是這麼特別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你知道我在方言人身上看到了好多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去提醒我身邊的朋友 或是提醒身邊的一些父母媽媽 不要這樣對小孩 就是有很多的影子 你會用你自己覺得對對方好的方式去對對方 可是也許這不是對方想要的 這可能對對方來說有造成壓力 我看方言人這個人 在這個劇裡面 我就一直在反省自己跟反思 好像就是看了他想說提醒自己 對對這個好像太多了 這個可能再少一點 我們下次可以不要這樣說話 你是我們的警士 方言人這個角色就是在看 當然我們也會想要找說 到底誰被害了 誰是兇手 但除此之外 我覺得好看的點是在於人性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季其實加了很多人性進去 你自己更過癮 我覺得是 但相對的 其實在拍攝的過程其實是一直 我覺得是痛苦的 然後是有點擔心 因為我覺得自己可能本身就有 已經有一些壓力了 因為我覺得在第二季 確實你會看到更多不同面向 而且是更在生活的部分 對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自己會一直有點不太確定 會有點緊張 然後會覺得這樣對還是不對 對但我覺得真的還好 我覺得演員是非常幸運的 就是有監製有導演有攝影師有美術 服裝幫助你還有你的對手演員 讓你相信這個當下 他正在發生 好那我問一個很絕對的問題 在方一任這個角色上面 第二季的被害者 親情比較難處理 還是感情比較難處理 我覺得都難 對但 你說 來來來來來 漢賢哥漢賢哥要說什麼 我講一個 就是自己是觀眾看完第一季的那個 就是但每個人都很好奇 因為第一季是我們可以看到方一任的能力 找他判斷能力很邏輯 可是不知道他內心在想什麼 是 所以第二季是反過來 我們想要讓觀眾進入方一任內心 對 所以都難 感情的部分會很難處理嗎 你自己在進入家庭之後 然後剛好第二季又有一根 跟情感有關的 其實我覺得方一任跟海音的感情 在一開始確實是有一點難處理跟想像 對 其實在開拍之前 我跟韋寧 其實我們並沒有太多的討論 對 沒有太多的討論 在關係上面 是 但很快的是 我們從拍攝的過程裡面 當然我不知道韋寧覺得怎麼樣 我自己的感覺是 在這個拍攝的過程裡面 我們很快的找到一個 他們之間的狀態 對 我以為我們很好的狀態 對 這句話好惹怒 好值得拿出來吵架 但但但這樣的 你講一次 我以為我們很好 我以為我們很好 是不是吵架吵 對 再如果說沒有辦法理解 還有就是 我覺得可能 韋寧這個角色 就是海音這個角色 其實他已經算獨立的了 對 但是在面對很多你心情需要支柱的時候 嗯 畢竟還是女 女生還是需要被保護 需要被理解 但是如果對方都會覺得說 你可以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 我覺得對女生來說 我覺得是 這個關係好像久而久之很難繼續 對 這就我覺得 當然有一些朋友看完就說 會覺得說 海音到底為什麼會跟方議員在一起 我也是有這個疑問 就很多人會思考 可不可以請海音列出十點跟方議員在一起的原因 等一下我打個電話問他一下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他們的關係是特別的 那當然 你當然是有機可尋 他們為什麼如何會走到今天的這個位置 我相信是 其實我一直想講的是 在第二季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其實也希望觀眾能夠看到 方應任他某程度社會化的過程 那我相信他跟海音的關係 其實就是某一部分社會化的進程 只是或許這個部分是沒有被看見 他們是從這個進程的牆壁開始 因為他們碰壁了 他們需要打開打破這一堵牆 他們才有可能繼續往前走 我覺得從這裡開始 而且我覺得第二季的方應任 我更喜歡在於 他孝全剛剛講了一個很精準的詞 叫做社會化 我們一直在想 第一季的方應任 他感覺是一個無所不能 他對於他的東西是他非常的精密 他很厲害 可是其實他畢竟還是人 我一直在想 方應任這個人在面臨情感 或他會不會有忌妒 如果有別人出現 他會不會有一些轉變 一些改變 第二季讓我們看到的 就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方應任 被放在那邊 你就是人嘛 人就是會有一些感覺 你不要騙我說你沒有感覺 而且我覺得 方應任很幸運 就是他的身邊有小夢 有海音 有寬哥 一部分是他們就像他社會化的印 另一部分他們就像一直在他身邊支持他的人 對所以我覺得方應任其實是個幸運的男人 對 超幸運啊 對不對 對面在畫圈圈我好想聊天 好我們先進個廣告廣告來聊 我好喜歡這個戲裡面在講 因為小夢其實一直很想要去 在第一季的時候 譬如說他覺得對於生命沒有什麼好依戀的這件事 可是我覺得第二季好喜歡一個點是 活著其實才是一件很難的事 包括他中間 各位趕快追戲追起來好不好 不然會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好不好 誰是被害者 我們先進個廣告 他們最亮眼 怕有夠勁吃喝玩樂最有勁 回到節目現場 這個Netflix獨家上映的 誰是被害者2 現在現實討論度最高的 當然有很多的 我也是請各位的聽眾朋友 可以遵循一下就是社群的規則 因為我也自己很討厭就是看一個戲 如果一直中間被爆雷 會覺得很不爽 我還曾經因為這樣就不跟那個人當朋友 直接跟我講不如是威力是鬼 我就跟他說 我們不是朋友 所以大家好不好 我們今天在這集整集的訪問當中 絕對不會有雷這件事 大家可以放心聽 也請大家如果你已經看完 也不要在網路上爆雷 因為我覺得就是尊重每個人看戲的過癮程度 我們今天聊的 全部都是跟方應任這個角色 他在面臨的一些狀態有關 好 漢賢哥要補充 我覺得就是海音 我可以回答幾個 當然這個是故事在開發過程中 試圖去設想 來來來來 我們就挺好聽的 就是我覺得海音基本上 你看他非常有辦法 他可以遊走在那種黑白之間這樣 我覺得這樣的人你想 也許他再加上他自己父親家庭的那個關係 他可能需要一個落腳的地方 他心需要一個安定的東西這樣 所以可能這個是也許是方應任 也許在不經意之間帶給他的一種感受這樣 一種安定感這樣 可是我們要討論也是就是說 再好的關係 再彼此吸引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情感關係裡面都需要 都需要再深更往前走 都需要給彼此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都需要呼吸 所以可能這個也是在告訴我 我覺得這個故事有另外一個層面 都是在 它好像是我們生活的一種映照 我可以享受這個懸疑驚悚 那一翻轉到底兇手是誰 可是兇手背後又有兇手 之外 我覺得好像我們 儘管我們人生不會那麼高潮跌起 可是也許我們都會面對不同的情感關係裡面 其實我們都好像都需要給彼此一點東西 我們都不能理所當然 對我們都需要找到這個 這個很細膩的東西去重新建立 而且我看一下漢草老闆們 也都結婚有小朋友了 我其實覺得放親情這一點 放進去我很喜歡 因為放了親情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現在其實很多小孩 不知道怎麼跟父母相處 然後要表達愛的那種 那個界限就是那種 你又真的不是不愛他 也不是不在乎他 可是表達出來的那個話 怎麼會聽起來有點難聽 或是這麼聽起來有點刺耳 然後好像很難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習 如何要去跟對方相處這件事情 在第二季有看到非常多的篇幅 都在寫芳一任跟小夢這一點 你自己在解讀跟小夢在對戲的過 在跟李牧對戲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當然在拍之前其實對於跟小夢的關係 有一些自己的想像 對 但我覺得李牧 我覺得她是很棒的演員 我覺得在她跟她對戲的過程 其實很多時刻我都是把 自己原本在做功課的那個 看到的景象跟狀態是放掉的 對 就是你是可以相信自己就是方藝人 她就是江小夢 她們就是一對婦女 她們現在在這個地方發生了某件事情 她丟了很多激烈的球給你 對 她就是一直在punch你 在那個在第二季裡面 她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不斷在punch你 我覺得可能也是 你逃無可逃 是 我覺得可能自己也當了爸爸吧 對 當然我的孩子還沒有那麼大 但是你可以有更多的連結 嗯 就是如果當今天我的孩子 她開始是更一個更獨立的個體 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有什麼時候我應該要如何 嗯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就是如果撇開 嗯 被害者方藝人這個角色之外 我會覺得其實孩子有的時候像一面鏡子 嗯 就是你如何對待她 她會給你一個反應 當她有某些反應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就該注意了 嗯 是我的態度有問題 我的想法有問題 還是我強加了什麼在你身上 所以我覺得 是需要打開 打開的 嗯 對 要打得很開 盡量 其實我覺得演員在自己人生 真實人生過程的成長當中 然後就是match到不一樣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會有對應 然後你就會一直多 那就是一種人生累積的經驗 然後豐富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好然後我們來問大面 因為其實在誰是被害者二啊 所有的支線打得更開 包括有很多的演員 新的演員也參與 我其實覺得有一件事 一直很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台詞負責量最大的人 都是外國人 這件事 欸來來各位 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 我身邊的朋友看完之後 如果我說 欸你今天要遇到漢草老闆 那你問他一下 問一下監製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刻意安排的 純粹就是說 他們剛好飾演的角色本身是需要 就比較專業的一些語言的用法 這樣去表達 所以那個本來就連我們是自然語的表達 都很好口了 很難耶 對他們來講可能更難 所以就顯得就是他們需要更多 花更多心力去準備這樣子 當然我自己是覺得他們都非常認真 就是說真的是花了更多心力去 去那個做更多準備 甚至找專業人士來把各種台詞去順過 甚至是說我們拍完了 我們重新ADR的時候 他們很願意去再去重新揣摩 那個怎麼樣講會更好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都讓我感覺到說 我覺得這一次就是說 集合各個地方的人一起合作 然後大家可能全世界都在拍這種行政類型 可是我覺得他們來到台灣 然後大家有不同的互動 然後雖然是用中文來演出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互通的表演 各方面的交流 我覺得這個都是整體上 大家其實那個興奮感跟有趣度 是更好的更完美的一種互動吧 我特別可以提一個點 這個可能之前訪問有沒有提過 其實那個像騰鋼定 他自己有一種日本式的那種 喉音的表演方法 沒錯他長得很帥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是很難在中文裡面你會 欸我好想懂欸 那個是很日語的 日本的一種一種方法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的發音 他們發音方式 對對所以其實有一些小細節 其實是可以從這個東西去表達 所以好像我覺得我當然 我可以理解很多東西 兩位給他們這麼大的 台詞的負擔亮相 可是我覺得觀眾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 發掘他們表演上的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驚喜 對 了解好 那我來問一下 因為很多的影迷也會想要問說 那在這一季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新加入的角色 或是什麼的 然後你們覺得特別 譬如說孝全對齊氣來說 覺得特別有感覺的 我覺得都很有欸 你要不要講哪你有想要分享的 然後不要爆雷的喔 OK我覺得跟Ding Ding 騰鋼定 就是我們以前就認識了 你們以前認識喔 對對對我們以前一起打打拳擊 喔真的 對對對 你們都在哪裡打拳擊 啊沒有可以不用回答我 OK OK 然後 對面都突然眼鏡微視一亮喔 對那這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是 然後當然我覺得他的台詞 他的台詞量都過於你欸 真的 對而且我覺得有太多的專業詞語 我覺得對他來說太難 超難的 我覺得他自己又是對 在工作上的表現非常要求的 如果他自己 就算導演覺得OK了 他自己有覺得哪裡講得不順 他會說我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因為他的角色很緊繃之外 他的台詞也很緊繃 他要面臨的事情也更緊繃 他想要追方義任 然後想要弄他的心也很緊繃 對對對 那我覺得確實就像漢賢哥講的 其實 在Ding的身上 我覺得不管是說話 我覺得他有一種表演的方式 其實Ding的身上有 真的有一種 就是你看到日本的電影 或是日劇 我懂 那演員有一個狀態 所以那感覺是很特別的 對對對 那你跟他自己在對戲的過程 然後因為是你們之前就認識 這是第一次合作 合作 對對對 過癮嗎 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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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來聊聊跟這個長官 那個長官叫什麼 你的長官 林景瑞 對 不是不是 西翔 趙誠寬 對 寬哥 寬哥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我就會覺得 每一次看到寬哥出來 我就會覺得 呃 我就會覺得心裡很安 因為我會覺得 可能在社會上吧 你的你在辦公室的過程當中 你總是會遇到那幾個 就是一直想要在後面捅你的人 然後希望看你落水的人 但是有一個人如果他就是一樣很溫暖 所以我就說 你們真的對方應認太好了 你讓他在職場上有一個這麼挺他 然後百分之百相信他的人 還把手機給他用的人 這種人哪裡找啊 其實我覺得仔細看看寬哥 關於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所有人裡面寬哥是最好的 沒錯 我覺得他的心是最寬光的 沒錯 他是最完整的 我們都有太多缺憾了 對 所以你在跟寬哥的這一點 就是在這個戲裡面 就是無論方應認最後遇到什麼事 我們都不能爆雷 但是寬哥一直不斷在後面 support你這件事情 對 你會覺得非常安全安心 如果人生中真的有一個可以 這樣子為你兩肋插刀的人 當然 當然 誰不想要對不對 對 可是你看寬哥他第一季是 其實是華裔方應認 沒錯 他是一個另外一種反面的力量這樣 可是也因為有那個過程 所以他到第二季的時候 他已經跟他建立了一種信任關係 所以才可以得以 得以去支持他做很多事情 你應該可以理解一個人理解到說 他頭腦算很好 但他沒有那個心臟 他沒有辦法當壞人 沒有辦法當兇手 他就是這麼樣去理解方應認 我好喜歡 每次看到他出來 對面又在畫圈圈 我要進廣告 好 最後一個階段 當然誰是被害者 二呢大家請追起來 我相信已經很多人看完 其實在這裡面 當然有一些原本在第一季就有的卡斯內容 但是第二季我覺得有一個讓我亮點 也是孝全這次對戲對很多就是蘇惠倫 他裡面演一個法衣 這角色好適合他 你剛好多對戲你什麼感覺 其實以前跟惠倫姐就合作過了 但我們那個時候合作是一個偶像劇 然後是一個愛情的戲 那其實我們也十幾年都沒有碰到 也沒有合作 那這一次知道是惠倫姐其實非常興奮 對 因為我上一次跟她一起拍戲的印象是 覺得她很不錯 然後我們很有默契 然後這次開始當然會覺得 欸薛心寧然後蘇惠倫好像有點難連接上 因為這個薛心寧的角色跟蘇惠倫好像差距有一點大 那直到開始拍攝的時候我覺得是非常驚豔的 因為我會覺得薛心寧這個角色跟唱被動的那個蘇惠倫 我真的連不在一起 可是她在第二季的第一幕的第一場戲我就覺得她太好了 她完完全全已經是那個薛心寧了 薛心寧了 對 跟她對戲是不是會有一種完全覺得哇 我覺得很有默契啊 嗯 非常有默契 其實我們之間是沒有太多討論的 不管在行爭的 大部分都是在行爭的部分上 但一旦到了現場走了一次戲之後 開始走那個那個那個在情感上的來 就是丟丟街球 它是好自然的 嗯 對就很好像很快就變成一個拍檔一樣 在在在在偵查這個案件 沒錯 而且她在每一句吐出來的那一些很難講的台詞 她都很理所當然 就覺得她這個薛心寧的角色好像已經為她準備好很久 只是把她放進來而已 我我覺得這個是 我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導演 導演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人 然後很多人想爭取嘛 這個這個這個角色這樣 然後導演真的那一天就看了惠倫姐 然後很興奮跟我講說她已經心中有答案了 然後 當然 因為惠倫姐自己很緊張 她也她有很多年沒有演出 所以她自己也對自己的表演各方面她希望有更多準備的功課 然後也希望說都跟我們討論這樣 然後這這整個東西其實就是說有一種學生啊 就是說她都跟妳講說她都沒沒讀書這樣 考試考第一名 我好像懂耶 她有一種這種感覺說 哇一上戲然後大家也想說啊應該多幫她一點 結果根本就不用幫 就是她一上去就是真的完全就比你想像更好一次 對 我就覺得說天啊 然後我看了很多報導說 其實這算是惠倫姐的第一次有這麼多的影集的演出耶 她之前沒有應該算是她的第一次的這麼大的一個作品 嗯應該是 但是她在孝泉旁邊 張孝泉每天都在拍戲的人 就會覺得天啊 她們兩個這個一個partner 就是一直存在著 一直在不斷討論案情 完完全全讓我相信了這一對 這一對在辦案 然後想要找出蛛絲馬跡的人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點的露線或是會出戲 完全沒有 我覺得這點非常厲害 你自己也很過癮啊 很過癮很過癮 就是很開心可以再跟惠倫姐一起拍戲 我怎麼覺得誰是被愛者二啊 整個演完了之後 蘇惠倫接下來的戲會拍不完呢 我一定 每個人都會 是不是 每一個人都會 每一個人都會 好 今天很開心 跟漢賢哥還有笑全聊天 當然誰是被愛者二 我最後還是要問一下 會不會有下一季啦 我覺得觀眾如果很支持我們 然後有很好的那個觀看的那個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會期待敲碗 關熱要拍下一季嗎 你想拍下一季嗎 就是像漢賢哥講的 如果觀眾很支持的話 我相信 就你看完第二季就知道了 對對對 好 我跟各位講 我還差兩集還沒追 我今天晚上去把他 給他追起來 我看完第二季 應該就會有答案 就是會不會有第三季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說 在整個故事當中 最後用什麼樣的收尾 會讓大家 嚇到掉下嘴巴 還是說怎麼樣 還是說大家就會知道說 是不是會有第三季 應該就會有答案了 好 請大家 誰是被愛者二 看起來 謝謝笑全 謝謝漢賢哥 謝謝 crafted了 諒人 有準備 喝香醋 麻將 湯